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强大的对手对狮子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但狮子明显不会放弃到嘴中的食物 就算为了食物和战斗力很强的鳄鱼胶水力 也在所不惜 鳄鱼头部和尾部例如铠甲 聪明的狮子却知道鳄鱼的腹部是柔软脆弱的 如果能把鳄鱼翻过来 那争夺食物的游戏就彻底结束了 鳄鱼也知道不敌狮子 它们陆续撤回水中 另做打算 千禧的斑马群就成为了乐鱼的下一个目标 斑马群每年只经过这里一次 有经验的斑马都会从河中的潜水区度过 但是却不知道 在抢夺狮子食物失败后的乐鱼 早就潜伏在了这里 想要平安地度过这条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带头的斑马第一个下水 还成一排紧张的过河 对于毫无遮拦地浮出水 寻找着最适合下手的目标 而这时 最想不到的掠夺者 靠近 一向是食草动物的河马 却向着动物下手 三向是冰箱的可敞 是河马 小路可敌人的尾花 三向是河马 很能的充满 刻下手 两向毕竞 三向 一向 一向 两向 一向 一向 高 Ald 此时的鳄鱼却因为平伴的增多而愈加胆大 在水里斑马毫无还手之力 它们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猎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